作为三位专家当中唯一的女性有个问题想问问你 如果一个男人可以爱你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一辈子 但是他永远不向你表白的话 你会怎样 我向他表白啊 你向他表白 如果执着了几十年突然有一天他向你表白说 嫁给我吧 你会嫁吗这样一个男人 如果我单身的话我一定会 一定会 看起来是跟黄黄老师做了一个小的互动 其实我们下面的这对嘉宾朋友 他们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看一看他们的背景 三十年前呀 我跟博瑞先生认识的 当初我特别喜欢他 我在暗恋他 也没有告诉他 后来他结婚了 有些朋友也给我介绍我女朋友 可是我觉得一直没有好小力好 所以我就一直耽误到现在了 我十年前呢离婚以后 在三年前又相逢了 我们现在呢 谈的也很不错 就想结婚了 他这个人啊非常好 可是呢我们家也没有房子 他的房子呢也很小 就是十平米 他跟我结婚 他带他妈过来 所以我们现在 烦心的事就烦在这上 他自己的经济状况呢 也没有发展得那么好 加上我自己啊 又是那么一个要强的人 所以啊我总是想 这个在已经到过一次 错车的婚姻上啊 我不能再错一步了 所以啊我现在呢 心情很纠结 三十年的苦苦守候 面对物质的时候 可否冲破障碍呢 来有你们热烈的掌声 请出这对主人公 来有请 男主人公博瑞 五十岁来自北京 公司职员 年收入四万元 女主人公郝小丽 五十三岁北京 岁休 年收入两万元 来有请两位 有请 你们看他好深情啊 是不是年轻的时候 就是那么深情的遗忘 就忘了您三十年 忘不掉是吗 博先生 是忘不掉 介不介意回忆一下 三十年前第一次见到 小丽姐的时候 是什么感受 因为我们当时是 工作上的业务往来 我发现这个人还真是不错 后来时间一长呢 我就暗恋上他了 你都没表白过 没有 然后我发现他结婚了 后来我当时特别后悔 我当时应该跟他表白一下 然后让他知道 那您当时他暗恋 你没有感受吗 没有 下根不知道 人家都不知道 您就三十年不结婚 就为了等他 也接触过几个 我当时心里就老是有他 老拿他跟他们来比 看着别的女的就不太喜欢 就看着别的女的都不行 对 她是我最初的初恋 所以这个印记一落就落三十年 对 三年前小片里说 三年前又相逢了 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 在一个就是朋友聚会 这么一个场合下 然后他也听朋友介绍 说我离婚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开始联系了 有的时候打打电话 有的时候呢 出去一块逛逛公园 逐步的我们俩的感情就越来越深了 谁先提出来说咱们先男女朋友 博瑞先生提出来的 对 等了三十年终于敢开口了您 对 我说的咱们现在事也都不行了 而且我也一直在喜欢你 我说咱们能不能结婚 就直接这么说的 对 当我知道他等了我三十年的时候 我特别的感动 可是呢 因为我离婚了以后吧 当时困难挺多的 我的母亲呢 从精神上到经济上都在关心我 并且呢 收留了我 如果能够结婚呢 我呢 就想带着我的妈妈 可是呢 她的这个家庭 这个现状呢 也特别有限 他们只有一个十平米的平房 哦 那是麻烦一些啊 嗯 所以不能结 所以就不能结 因为我们家的条件也很有限 您介不介意我问您一下 第一段婚姻为什么失败 我吧 个性比较要强 嗯 那个时候啊 也是嗯 他们家的那个住房条件也不是很好 嗯 我呢 就是思想特别偏激 嗯 我就去那个 让她呢 呃 加班加点的去工作 到了单位以后呢 人家老说 你怎么老在单位里待着 还有一些女人吧 她的那个想法就有一些自私了 嗯 就把她给拉走了 其他的女人程序而入了 对 那这房子就是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 而且你听大姐的这个婚史 那没有房子就没有希望啊 因为我等她三十年 我爱着她三十年 嗯 我觉得她也挺喜欢我的 嗯 所以我觉得房子呢 应该不是我们结婚的障碍 不是您这十平米怎么住啊 不是还有个老妈妈吗 呃 我觉得她 妈因为她有儿子 嗯 让她儿子去养 如果今后我们房要大了的话 也可以给她再结婚了 她也告诉我 她还有一点 有一点积蓄嘛 嗯 我就想让她买一间 比现在稍微大一点的房子 哦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可是你说我要说摆机器 我全都买了房了以后 今后万一有个病 或者说有个什么事 嗯 我怎么去照顾她呢 没结过婚肯定没孩子 对 是不是还担心 想用那点钱 给自己做一个养老什么的 觉得更踏实更安全 对啊 也有这方面想法 两位现在的这种吸引走到一起 是不是真的一种爱的驱动 还是背后有其他的东西 让我们进入真心丘比特问卷 我知道这个余老师呢 有他们的那个问卷 对吧 你看到了什么 从这个之前的心理测试当中来看呢 这个博先生去爱一个人这么执着 同时也说明他比较固执 那说到这儿呢 恰是想说一下郝女士 郝女士刚才也承认说自己比较强势 对吧 你给你的前夫出了难题 对 他做不出来 做不到 最后呢 他逃避了 其实你在说 我今天我希望改变一下我自己 但是你没有改变 你还是在重蹈覆辙 仍然在给博先生出难题 所以三十年的爱情 多么让人羡慕 任何人都会说 你们走在一起吧 你们订婚吧 你是说任何人都会说是吧 我是这么感觉 我是这么感觉 黄老师 你觉得他们应该走在一起吗 我的看法是 有什么比老来伴还重要的呢 找爱情 其实到最后你会发现是找一个伴 他并不是找饭票 也不是找生活保障 如果你要求你的爱情 你的爱人除了爱你之外 他要保障你的人身 甚至还要保障你母亲的人身 那我觉得你对你的爱人要求太高 好 白老师 博先生爱了对方 郝女士 所谓暗恋了三十年 但是我除了这一点 我看不出 有任何他们两个 可以走到一起的理由 我认为这二位啊 都生活在自己的想象当中 尤其是这位博先生 哪有说当初喜欢他 然后就人家嫁人了 我就莫名其妙爱他一辈子 吃情哦 吃情你吃的有道理啊 这是不是你的思想有点保守了 你看人家黄老师说这样男人一定要要 你听他的 你听他忽悠啊 博先生不是说 不是说博先生人不好 但是你人好不等于就能做老公 老不结婚的人到了五十多岁 五十岁左右 他肯定有些生活习性 我们一般人是觉得有点怪的 余老师会吧 专家给分析一下 这个从一般道理上来看 应该是会的 因为像万老师所说的 人的性格 如果这个双时间下来没有结婚 没有在一起 一定是跟结婚婚的人是不一样的 这他有自己的习惯 万老师说 其实是反对他们的 你的意见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祝福的吧 因为两个人应该相爱是一定的 只是说两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在考察了两个人 讲述的各自的生活经历之后 会发现其实两个人的性格上面 是不太一致的 两个专家说应该走在一起 一个专家说坚决不能走在一起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听听观众和朋友们的建议 进入踏浪旁观者清 您是 我是伯瑞老街坊和老朋友了 您对这个事怎么看 我支持他姐 为什么说 你支持啊 对 因为我不管怎么说 三十多年吧 确实不容易 像这种情况 这种爱啊 太少了 您做不到吧 我还是在考虑考虑 那位是 我是那个郝小丽的 那个特别好的朋友 说一不好听话 伯瑞确实这个条件那么刺 我是挺不赞扬的 因为小丽吧 我过去也给他 这条件怎么刺啊 你看看 五十岁 未婚 三十年守候一个女人 年收入有四万元 怎么了 她们俩没在一块生活过 是吧 如果她们俩真要生活在一块 小丽的个性 确实受不了她这样 因为我是她最好的朋友 我是最了解她了 有一年吧 是在前几年的春节 小丽给我打电话 就说姐姐早认识你 我不会离这个婚的 其实我最 喜欢我这个丈夫了 我这丈夫就当初没处理好 所以造成这样 到春节就打了 也就是说 大姐实际现在 对于她离婚这事儿 还在思念 对 我这么想 小丽是最痛苦的是什么呢 如果要真跟她结了婚了 过了五年三年 啪又离婚了 你说怎么办 小丽往哪儿去 你说我是她姐妹 我看到难道 她在大街上待着吗 大姐您绝不觉得 您太异张情愿了 我觉得您这种做法吧 和第一位教授 和那个老师说的一样 我觉得您特别不现实 因为我是最现实的了 如果她条件特好 因为我是最理解她的了 你听我说 杨振宁教授 82岁要早28岁的温帆 凭什么找你50岁 年纪2万 因为啊 小丽呢 我现在说啊 就是博瑞 她多么纯洁 多么善良 就等了她30年了 小丽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因为房子问题 才 才跟她们 跟她们一起闹了矛盾 甚至打了110 跟她们家春节闹 特别不好 我就想小丽 我就 我听见您要说的 但是拿婚姻去换房子 她妈妈也是反对这问题的 您听我说 拿婚姻去换房子 第一是不对的 不是这个问题 第二 你凭什么拿你这样的婚姻 去换房子呢 你还年轻貌美吗 有一人爱你30年 记得是你初恋的那种美好影像 如果是现在才认识你 你有什么条件 让人有房有车的男人 去觊觎的呢 那我 我要说了 我不通议皇冠子 不是 我觉得你这样 我也是 正因为我等你30年 你非得嫁给我 没什么道理的 是因为等30年 才可贵 因为是你有钱了 别着急啊 来 男生 我现在建议是两个人 不要在一起 为什么 我建议两个人 还是试下婚吧 试婚啊 来来来 为什么试婚啊 单身30年了 那还是处男吧 所以说 大姐 您能接受一个 没有什么性经验的人 跟你在一块 刚那几位老师也说了 这么多年 一个人单身下来 说不定有或多或少 会有点 不同于常人的习惯 所以说 我还是希望 能试下婚 我现在需要女孩子 不会那么理性的 咱们感受一下 一个男孩等你30年 你会那个 嫁吗 客观想 我不会的 为什么 因为30年 都没有去了解 我觉得 以后的30年 也不会了解 谢谢 谢谢 看起来好像 场面上很热闹 大家其实都提出了 各自的一些 现实的角度 供两位来参考 来进入我们的 黄金60点 大家先开始吧 我觉得 一个人 有多少个30年 这30年 让我等得好辛苦 房 虽然是小了点 但是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 那毕竟是咱们 温馨的家 我真心的 爱着你 我希望你 能够 认真的考虑 伯润 感谢你 真心的 等了我30年 感谢你的 对我的爱 我会 把你当作 我的好朋友 真正的 欢欣你 希望你今后 生活的 更加幸福 这谁大姐 发自你内心的话 是吗 真的希望吗 您还那么坚持吗 来 请转身 回到你们的原点 谢谢两位 来 请关门 现场的观众朋友 拿起你们手里的表决器 在你们的心里 觉得这两位 应该走在一起呢 还是像现场一些专家 和观众所说的那样 务实地分手 请选择 来 现场61.82%的观众朋友 认为他们应该分手 一起来数五个数 看看我们的嘉宾朋友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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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话跟大姐说吗 面对镜头告诉她 我真心真意希望你幸福 王冠为什么要哭啊 如果是我 我不会离开 谁等了你三十年 我觉得忘了他吧 他不爱你 也不是你该爱的人 换一个值得爱的人去爱 懂得你爱的人去爱 我觉得你有笔财富 是我们很多人没有的 用三十年爱一个人 但是我想生活还要新的开始 带着这个财富 去追逐属于您自己的爱 好吗 请分 我等了你三十年 我等了你三十年 我等了你好辛苦 我希望不管你到何地 何时 我希望你真心 让你幸福 别的我不想受 太难受了